為什麼我這輩子 我不管對我朋友多好 總是會得到朋友的背叛 那很多的可能是因為 你本來在上輩子欠的那個債 你必須要在這輩子要把它先清掉 抖術從頭到尾 這佛教的觀念 它是在告訴我們 我們在前輩子 也就是我們上一個大線 上一個人生的大線裡面 我留下了什麼功課 我這輩子要做 好我們今天來講那個 大家等很久跟鼓掌很久的 上次影片我們拍了一支 抖術盤上面呢 有告訴了我們 前世所累下的功課要這麼做 哇10萬了10萬了10萬了 我們終於破10萬了 感謝大家的支持 從現在開始一直到7月底 我們官網上面呢 所有的商品會有很好的折扣 基本上就是買一送一 譬如說我身上的這件衣服 看起來是一個金灘號 它也看起來像這個鑰匙 就是告訴我們說 你人生中有很多 讓你很驚恐的事情 可能是開啟另外一扇門的鑰匙 那喜歡的呢 趕快趁這個時間 買一送一 然後還有油燈 我會專屬呢 幫你來做佈局 教你要放在什麼地方 這樣子那個油燈擺下去 才會開運 以前呢 買一套佈局 只有一個油燈 現在我們會多再送一個 其他呢 還有很多人都很好優惠 衝過10萬 賣相20萬或30萬 讓更多的人呢 能夠了解指揮斗數 不用再迷信 不用再被神棍騙 然後用科學跟理性化的瞭解 斗數能夠為我們做什麼私親 謝謝大家 在上次影片的觀念裡面 我們跟大家講 本來斗數盤呢 就有分成大線 我接下來十年要幹嘛 如果我們把本命盤 當成你這輩子的大線 沒事沒事的轉折 你就當成本命盤是這次的大線 所以呢 我們在這輩子裡面 你在看你第二大線 跟第三大線之間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說 第二大線 你做什麼事情 會去影響到第三大線 所以很基本的觀念 我們就跟大家講說說 如果說 有一個人 他第二大線雙路交池 第三大線雙路交池 第四大線雙路交池 那他跟一個 只從第四大線都就開始的雙路交池 即使兩個人的盤都一樣 那個二三四都不斷雙路交池的人 的那個路 那個雙路 一定會比第四大線 那個雙路大非常非常多 因為他的倍數不斷成長上去 這個是一個斗數判斷上 非常重要的觀念 你不能從單一大線去判斷 你要從前後大線去觀察 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輪迴存在 那我們今生的本命盤 就是我這輩子的大線 我這輩子要做什麼功課 我這輩子要碰到什麼情形 我上輩子就幫我埋下來了 就好像我在第三大線的時候 我欠了銀行兩千萬 我第四大線的時候 不管我多會賺錢 我要先還完兩千萬 那這件事情也可以就破解出 大家一直會很無法理解的 為什麼我這輩子這麼的努力 為什麼我這輩子 我不管對我朋友多好 總是會得到朋友的背叛 那很多的可能 可能是因為 你本來在上輩子欠了那個債 你必須要在這輩子要把錢清掉 你才有辦法繼續去累積你的財富 所以上輩子會影響了我們 在這輩子很多很多的事情 這個很多人在討論說 抖數到底可不可以看前世今生 可以 可是他並不是去告訴你說 我前輩子是個當官的 我前輩子是一個 那個王母娘娘身邊的 坐下來地址下翻的 我常常跟大家講 台灣最好玩的事情就是 全南天門所有的神明都降世在台灣 所有佛教經典的什麼東西都降世在台灣 我們先不討論說 佛教根本反對這種神明降世這種事情 但是到處都有這種 現在這幾年流行的是外星人 你是從哪一個星雲降落過來的 各式各樣 我當然也不會覺得說外星人不可能投胎過來 但是把什麼事情都用這個角度去談 其實是很奇怪的 那抖數會不會講這個東西呢 抖數當然會 我覺得我跟大家說的 抖數從頭到尾是佛教的觀念 佛教在講輪迴 佛教在講寧國 所以說他一定有這樣的觀念存在 但是他所說的並不是去告訴你 你前輩子是將軍 你前輩子是 其實我也可以這樣看 有機會跟大家分享 但是他主要的論點不是在說 我看錯你前輩子是條狗 還是你前輩子是個什麼東西 不是 他是在告訴我們 我們在前輩子 也就是我們上一個大線 上一個人生的大線裡面 我留下了什麼功課 我這輩子要做 那我們在上次影片裡面呢 舉了天良心這個例子 天良心就是我們上輩子 為我們自己留下的福報 上次影片跟大家講說 通常天良心做命工 做財報工作 做福德工的人呢 往往這輩子幾乎是不缺錢 那就是因為你在上輩子布施夠多 你上輩子做別人的天良 這輩子別人會把錢還你 上輩子儲存了這輩子拿來 所以我們做了自己的那個老天爺 天良心會被視為說老天爺所給予的東西 我們自己當了當自己的那個老天爺 我上輩子付出了 我這輩子淋去 然後我由上支影片 用這個觀念來告訴大家 前世對我們的影響 我做了什麼事情 同樣的 我希望我下輩子可以得到什麼生活 我這輩子就要做什麼事情 這也是為什麼 我即使在最窮困的時候 我都把每個月的收入至少10%以上都會捐出去 我常跟那個大家分享 累積福報是最重要的 那這個跟理財一樣 理財理財 你沒有錢哪裡有辦法理財 對不對 所以你要先有第一桶金 那有第一桶金之後呢 你才有辦法去把它做更大的發揮 所以我們要先累積福報 然後讓我們有好的生活之後 我們可以做更多的可以累積福報的事情 你覺得越來越好 當你有能力之後 你越容易去解決自己的問題 所以不能因為說我需要等我賺的錢 我再來做善事 不對 你要開始做善事 你才有辦法賺錢 但是今天呢 我們要講的啊 不是天良星 我們那個應大家要求 我們講另外一顆星 太陽星 太陽星 太陽星呢 在我們的命環上面 不外乎啊 我們會考量幾個天 太陽萬味跟弱線味 那萬味的太陽基本的解釋就是說 它會有領導的能力 然後會是像一個很大的太陽陽光 然後陽光會決定世界 那弱線的太陽表示說 它好像陰天的太陽一樣 它會希望 要能夠做一些決定 要能夠做一些事情 可是它不會那麼的強勢 這是一般我們對太陽的解釋 萬物跟弱線味 那太陽呢 它的主軸在於說 我們會希望說 我們能夠掌控一切 但問題來了 掌控一切有好有壞 有的時候你會因為 譬如說太陽碰到陀螺的 太陽那個化劑的時候 你有時候為了要掌控那些事情 你心中覺得你對別人的好 可是會造成別人對你的反彈 例如說你太陽星座在浦翼空 你會想要在朋友群裡面主導一切 可是呢 往往因為這樣 那你反而會讓你覺得好像中探親力 好像朋友都背叛你 好像朋友在背後說你的壞話 那這其實關鍵點在於說 你的那個太陽星可能在落線或滑稽 會有一些脫羅 所以呢 我們可以把它簡單的區分成 簡單的區分成說 太陽第一有沒有妄威 第二有沒有落線 然後再來有沒有碰到殺星 或滑稽 分成這幾個區塊 那 所以太陽星其實表示了說 我們在前世裡面 我們希望自己呢 能夠得到尊重 希望能夠為自己的人生呢 能夠掌握一切的事情 然後呢 希望大家能夠聽我的話的那個位置 但是呢 他不如天良心 是這麼的簡單 我存付諸這輩子回收 那反正我付諸多少 回收多少 太陽星比較複雜一點 複雜點在於說 當他在碰到 畫露 望位 然後或者是畫科 這樣的時候呢 通常都表示說 他就是一個純粹的付出 但這個付出跟天良不一樣 天良就是付錢 這個太陽付出是什麼 太陽付出是承擔責任 它是一種承擔責任的概念 也就是說 我太陽星呢 是我這個人 對於自己人生的責任感所在 所以你看太陽在命宫的人 太陽在天宅宫的人 這類的人呢 通常都是家族的支柱 好 所以呢 在沒有畫技 或是沒有碰到煞的情況之下 就表示說 他在前輩子他會覺得 這是我該要承擔的責任 但是我沒有做完 我必須要把他完成 我沒有做完 我必須要把他完成 但是所以我這輩子呢 我也願意 把這個責任承擔其愛 所以 那個很多太陽 剛剛講在命宫在天宅宫 為什麼他往往都是家族的最大的支柱 甚至他是長子或長女 原因就在這個地方 而且你會發現這些人啊 無怨無悔的 不管他們家那個 各個兄弟姊妹有多扎有多敗 他都覺得他要照顧人家 所以太陽星是表示啊 他前輩子呢 他覺得他該承擔起來的責任 他今生要繼續完成他 但是呢 他有弱線位 對不對 他要望望跟弱線位 那弱線位的太陽呢 通常會表示說啊 他更是無怨無悔的付出 望位的太陽 他會希望說 我這輩子沒有做完的事情 我下不著要繼續 這不但是我的希望 還是我的價值 那弱線的太陽呢 弱線的太陽 我不但要承擔責任 而且呢 你們不需要給我掌聲 這純粹就是 我對我自己的情緒 我可以不需要光環 那這個是弱線的太陽 那至於碰到砂星的跟化氣的太陽呢 化砂星跟化氣的太陽啊 其實也是表示了說 他在前世呢 他會希望他能夠承擔起責任 跟能夠主導一切 跟能夠希望要得到人家的尊重而得不到 但是呢 他在前輩子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呢 往往他不知道該怎麼做 往往他會不知道該怎麼樣 把事情做得更好 所以呢 他可能會得罪人 他可能會過於強勢 他可能會過於 化權也會 他可能會過於 只顧自己 而沒有去關心到別人 我想要當leader 我想要承擔責任 可是這件事情 對於別人來講 他是不是願意讓你照顧 他是不是願意讓你承擔 對不對 他不見得接受啊 我對我自己的期許 別人不見得覺得我是嘛 所以呢 當太陽在碰到那個 化劑、煞星以及化權的時候呢 通常都表示說 這個會是他這輩子啊 很需要去努力的事情 因為上輩子他就沒有把這事情做好 我希望照顧大家 可是我只用了我的想法去照顧別人 而造成別人對我的翻攤 我要把這 在這輩子裡面 我要把這事情學起來 我要不要再去 這麼強勢的 讓別人聽我的話 然後用更好的方法 能夠去解決 我心中的那一個 得到自我價值呈現的 那個期許 但是呢 取起自己做不到的問題 這個就是抖出好玩的地方 他不會只有跟你談福報 不會只有跟你去談你的有沒有錢啊 有沒有女人啊 有沒有事業 因為從佛教的觀點來講 這些都是世間法 這都是世間的俗物 而真正回歸到內心的 是你這個人是一個什麼樣子的人 你自己的內心裡面 你對你自己的期許 你對你尊敬的追求 你對你心靈的追求 最後他會呈現在世間萬物上面 那如果你不先去追求這些部分 你只有討論 我這輩子會不會有錢 我這輩子會不會當大官 這是很虛無的事啊 如果你是一個懂得跟人家相處的 你是一個懂得凝聚人心 代理人群去往好的方向走的 你打自內心這個樣子 你會先去要求你自己 時時刻刻去關心到別人 那遲早有一天 你就會成為眾人的領袖 自然而然 你就會當大官了 不是嗎 所以太陽星所在的位置 是我們上輩子 是希望自己自我加之的 那個追求的墊 那這輩子 上輩子我沒有做到的部分 我會在這輩子繼續 所以我們要看我們太陽星 在你的命盤上哪個位置 如果說太陽星在你的填材工 那表示說 你在前世曾經覺得 你對家裡的照顧是不夠的 你希望這輩子跟家人關係是更好的 所以你會為了家人無怨無悔的付出 當然如果你化妓了 你陀螺了 那可能是 你更需要修正一下說 你對他們的好 要用更是他們知道的方法去對待他 如果說在夫妻公 那你表示說 你在感情上面呢 要更學會怎麼樣去跟情感上的另外一半相處 那要讓你的照顧 你對他的好 要讓他更能夠去理解 如果在仆義公 相對的就是對你朋友之間 你要怎麼樣為朋友去付出 然後在財博公 就表示說 你會希望你在錢財上面 能夠為別人做更多的事情 那 會希望錢財這個東西對你來講 只是一個 只是一個自己的價值的提升 而不只是金錢而已 那如果在福德公 不代表是你在精神上面呢 你會希望要能夠得到精神靈魂的提升 而且這個精神靈魂提升 要能夠去幫助別人 當然在命公 那也表示說 你會希望這輩子的人生 都是實現自己的價值追求 那可能是在前世 你覺得你這個部分還得不到滿足 他是這樣子來的 那太陽星是一個對自己價值實現的一顆星耀 那透過我們對太陽星的了解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原來這輩子為什麼 那個總是很在乎別人對我的看法 為什麼很希望在很多環境裡面呢 別人呢都會在乎我的看法 跟尊重 因為我的太陽星 我對人生的追求在錢財裡面 而這是我在前世沒有做到的事情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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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